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永康案 进入了司法程序 官方人民日报20号痛批周永康搞家族式腐败 根据香港动向杂志最新一期的报道 周永康4月3号被以三宗罪移交司法机关之后 中共中央曾经两次转达政治局指示 内容显示中共倾向判处周永康死缓